第七题,第七,第八题是题主 阅读下列叙述后回答七到八题 同一条绳子产生甲乙丙三种不同周期性的绳坡 将其瞬间坡形重叠如下图所示 已知甲乙丙三绳坡在两秒内坡形均可前进六公尺 第七题是问 下列关于甲乙丙三绳坡的叙述何者正确 A选项问的是政府,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甲跟我们的乙都是在 坡峰到坡幅呢都是两公尺 他们的正幅是一样的 而比我们的丙来的大 所以呢我们的正幅的关系呢 应该是甲会等于乙大于丙 所以A选项是错的 B选项说三个的频率高低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图里面甲的坡最多 同样时间同样六公尺里面甲的坡是最多的 而乙的坡是最少的 所以呢我们的频率的关系呢 应该是呢 甲会大于丙大于乙的频率关系 那么坡长关系呢 因为他们都在相同的时间走过相同的距离 所以他们的坡数是一样的 坡数呢是V等于F乘以Lambda 所以呢我们坡数一样 如果频率比较大的呢 坡长就会比较小 所以呢我们的 频率关系是甲大于丙大于乙 那么所以让我们破坏就会应该是乙 大于丙大于甲 所以呢我们的C选项也是错的 那么诸选项三个的周期大小 我们知道频率跟周期互为导数相乘会等于1 所以呢频率如果比较大 周期呢就会比较小 那么既然我们的频率是甲大于丙大于乙 那么周期就是乙大于丙大于甲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诸选项是对的 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是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诸 三者周期从长关系为乙大于丙大于甲